黄灾在不同时节影响着世界不同的地方 从非洲到亚洲到南非,蝗虫四处危害 这种经常几百万甚至几十亿只结群而飞的蚂蚱 可以在几分钟内毁掉整片农田 多年来,科研人员一直试图找到抗黄的最佳方式 使用杀虫剂早期干预是在蝗虫成群前将其控制的关键 不过,很多贫穷国家缺乏这些资源 如今,英格兰的科研人员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 可以模仿黄群的行为 有可能促成控制虫害的其他方式 研究人员利用一处环形场地分析了不同规模的黄群 研究了它们的互动 当少数蝗虫被置于这处场地时 彼此之间不太搭理 可你一旦把更多的蝗虫放入这处场地 它们就全都开始朝着同一方向绕场前进 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偶尔这些蝗虫会自发地在同一时间全体转向 即使是两三只蝗虫也能改变其他蝗虫的方向 如果你放两只朝一个方向走的蝗虫 还有一只朝另一个方向走 那么两只蝗虫能让单只蝗虫调转方向 它说,这意味着蝗虫对不确定性感觉敏锐 因此,飞机有可能打乱蝗虫群 所以,一个方案也许是开飞机接近蝗虫 这会增加空气波动 其他的可能方案也许是利用某种超声装置干扰蝗虫 不过他说,遏制虫害最好的方式 是从一开始就防止这种昆虫繁衍和结群 美国真音部落客华盛顿报道